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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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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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收费处有监护重项吗 有 那你带我看一下 坚持细弦 全都没了 我怎么都看不清楚 现在也确定 如果想交报公帐的话 你只要你学校 别的教育 你必须说 把监护器里面那些人 全部找过来误化 那怎么办 只能这么处理 喝点了 喝点了 诶 佛哥 你怎么在这儿 嗓子的病 扩散了 扩散了 还能治吗 医生说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了 老刘 我们知道现在 说什么也没有用 就 我们自己想太爱点吧 你们来这儿 是调查那个 调包公帐的事了 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我去缴费 听他们说 你说调包公帐 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 现在医院各科室诊疗 全都砍公帐 认章不认人 这么小小的一个章 作用可大 作用还挺大的 那是重罪 那是重罪 围造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 硬章的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知意管制 或者 除三年前 那你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查出是谁调的包 查起来倒是不麻烦 应该很快就能处理了 不是 你这么关心这事干嘛 没什么 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重 什么都想知道 那你们先忙 我去找件待会 好的 走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还有多少时间 医生说了 你这个病情控制住了 我知道 我的时间不多了 就别骗我了 就别你 你别瞎想 待会儿说了 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然后 咱们吃那药挺管用的 过点时间 就能出院了 老公 你把药还了吧 我知道我吃啥都没用了 老公 你能最后答应我几个要求吗 你别胡说 什么最后啊 好 老公 在来结婚的时候 条件不好 我还没跟你找过红纱照呢 我想跟你找找红纱照 好吗 好 我马上去办 我还想跟你看场电影 就再来认识的时候 在那种 好吗 行吗 行吗 傻瓜 我这不还没走呢 妈 我还要好多事情 我想跟你生个孩子 别说 别说 公装调包的事 已经被发现了 警察已经开始调查 你嫂子的时间不多了 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没那么快吧 我已经打听过了 公装的事 调查起来不能 很快就能查到我的口罩 你嫂子看电影的事 你得尽快准备 我知道了 这没问题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我把你弄醒了 是我自己写的 再睡会儿吧 要和公装还了吗 还没呢 怎么还不还啊 你别着急 一会儿我更难受了 你要不想让我着急 你就赶紧把药和公装还了去 我答应你 药和公装我肯定会还的 但是你别着急呀 我带晚上去还 白天让人看见 再把我抓走吧 到时候你见不着我 可别想我 那你答应我 晚上就还了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别提了 要不是那破账的事啊 不早就能下班了 有监控 行 好 亲爱的 马上出去了啊 好 亲爱的 好 亲爱的 好 亲爱的 宝安 宝安 你 我认识你 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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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这么晚还过来 我一个人睡不着 不放心 在这儿陪着你安心 公帐 还回去了吗 还回去了 一会儿也还回去了 那你在这儿怎么睡啊 你安心睡吧 我要困了就睡那张床上 师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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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epreneurs 聊了个心愿 正好我认识这家的老板 我帮你去谈 我们这儿有3888 6888 离城到16888 你需要哪种套套 柳哥 你家里求兵姐 拍哪套 我当然想给求兵选最好的 但是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看病剩的钱不多 现在我们俩的存款 加起来不到一万块钱 刘阿姨 咱们都是一个小区的邻居 你就给优惠点吧 只要新娘穿上我们店的婚纱 新郎还没有不满意的呢 你是怎么没有自己来试试婚纱呢 他在医院呢 医院 这样吧刘先生 我给你打五折 五折是我们店给出最大的优惠了 五折 那也要八千多 不好意思 喂 师傅 找了几个目标了 好的 好的 我马上就回来 那个店长 能不能明天就安排我们拍 明天 明天恐怕不行 因为我们店已经都安排满了 这样 我多加钱 刘阿姨 您就帮帮忙吧 这样吧 我给你安排下后天 后天行吗 后天 后天我怕就来不及了 刘先生 这样吧 我把你和你的夫人暂时安排在明天 只能是外请摄影师了 因为我们店的摄影师呢 都已经排满了 只是费用方面 不超过一万块钱 我都能承受 何警官 谢谢你啊 多亏了你 秋平明天拍婚纱照的愿望 就能实现了 刘哥 师傅给我打电话了 我得回去查案了 你快去忙吧 我听秋平 谢谢你了 张经理 你看这价钱能不能再低点 兄弟 这是院线 包场啊 最低都是这个数 张经理 拜托你了 您要的那个片子呀 得从外地调过来 是加急 所以啊 最低也得八千块钱 哥 你看这 我的钱都用来拍婚纱照了 您这是求婚啊 还是给这个过浪漫几周年 什么呀 要是那样就好了 我这是 我这是要送行 送行 张经理 我哥这是 想在嫂子临终之前 想起来看场电影 张经理 我求求你了 我老婆只有两三天的命了 我不能让她带着遗憾走啊 她临终就想看场电影 我这个人没本事 她跟着我没少吃苦 不是说 临脸连场电影都看不了 但我这 做老爷们的还呼这有什么意思 哥 咱回公司吧 咱找人串点 张经理 麻烦你了 你先调片子吧 兄弟 我马上就派人把片子调过来 注意钱不钱的 就别提了 好不好 谢谢你 回公司 太开心了 没事没事 明天你就带夫人过来 好吧 谢谢 没事没事 哥 你放心 就算你妈找到我 我也不会说什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自己犯的错 干嘛让你帮我担下 我是说 你能不能先帮我担下 我真的不想让你早就带着遗憾走 哥 这事是咱俩一起办的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担着 不只是刻章的事 冯梦瑶 是我杀了 哥 你别逗了行不行 就算我见你来了 你敢杀人吗 不是哥 这人还真是你杀的啊 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那天去还张 正好被他撞起来 我就想捂他的嘴 别让他出声 哥 他杀人知道肠的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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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文强 你这回无论如何 我要报回最后一次 你先帮我担着了 过了明天 就一天的时间 我一帮你嫂子 完成了他的心愿 我就去自首 把你收出来 哥 你放心 我会帮你完成嫂子的心愿 谢谢你兄弟 谢谢 行了 没错 张是我刻的 人是我杀的 那你为什么杀方公杨 瞧不起人 那次吵完架 我一直握着火 那天晚上方公杀 正好被我遇见 我一不做二不休 就把他给杀了 人真是我杀的 相信我吗 是他吗 不是 肯定不是 你确定不是 确定不是 如果我说谎 天哪我得哄 他现在很虚弱呀 病情也很不稳定 一天 就一天都不行吗 要是出了院 一旦有什么状况 他的病情是很危险的 您的意思是 他的病情又恶化了 我已经尽力了 现在 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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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衣服 咱们出去 去哪儿啊 待会你就知道了 来 我怎么感觉 这文强 没有失望 可有点详细的 你怎么描述了案发当天的所有细节呀 这正是个女所在 一般犯罪嫌人 不会把犯罪过程说得那么详细 打一笔一笔 就说你昨天晚上出了天 你做过什么 你会记得清清楚楚吗 只有说谎者 才把犯罪的过程 假定的情境说得那么清楚 对 还有一点 说谎的人为了掩饰自己心虚 往往会故意提高声调 没错 张是我刻的 人是我杀的 人是我杀的 可是什么人能让文强 甘愿为他当下杀人的罪名啊 这文强 先进朋友之中 最近有没有来往密切的 跟医院有没有关系 跟文强来往密切又跟医院有关系都 那不是老刘车吗 嗯 还真是 老刘 这老刘是谁啊 一个出租司机 叫刘德成 不会吧 刘哥那么老实的一个人 怎么会跟杀人 还有四个工匠联系在一起呢 你先别感激动的事 咱们那天去抓小贩的时候 是不是碰到老刘 他这么巧啊 刘哥 你在这干嘛呢 我出来走走 活动活动 我想起来了 我们那天去抓人的时候 确实碰见他了 老刘 你真好看 好 咱们今天不哭 好 你看 是不是这个人 是他 就是他没错 好 怎么了 你们俩马上去医院 我去对联案他一下 到时有什么情况 互相联系 好 怎么了兄弟 有疼啊 是 拍吧 好 来 来 开情 哎 老刘 咱们上医院咱不快了 哎 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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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来 小飘 坚持一下 待会儿再玩一下看电影 来 秋冰总统不可能出院啊 贺警官 谢谢你 多亏了你 秋冰总统不可能出院啊 混沙面 拍完了 谢了 谢了 阿姨 小姐 她们去电影院了 好 拿上来 关德 放吧 她们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她看不见了 陈世间最痛苦的心 莫过的女子 谢谢 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站在一起 我会跟那个女孩的训练 如果非要把这些爱 加上一个实现 我希望是 是外的 你 不是外的 是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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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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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 我爱什么 对你好 是我一辈子的人 也是最后的人 几何年 你走以后 过不了多久 我就去找你 别说了 我就是让你知道 我会一直爱你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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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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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成为了完成妻子最后的心愿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但是他的行为也触犯了法律 首先他司客公章触犯了刑法第280条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提供公文证件印章罪 这个罪一旦成立可以处三年一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可以处三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还有刘德成司客医院缴费公章用于买药 实际上还触犯了诈骗罪 刑法第266条有规定 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可以处三年一下有期徒刑 如果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可以处三到十年有期徒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这个罪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甚至到无期徒刑 而且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再有一点 刘德成杀人虽然属于过失致人死亡 但是刑法233条当中的规定说 过失致人死亡的也要是三到七年有期徒刑 所以刘德成恕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 刘德成在触犯法律之后 他不但没有投案自首 而且还让自己的朋友帮他去顶罪 而他这个好朋友也够糊涂了 这个文强表现出来所谓的兄弟义气 其实是触犯了法律 包庇罪 刑法310条有明确的规定 明知是犯罪的人 而为其提供隐藏的处所财务帮助去逃利 或者做假证明包庇 可以处三年一下有期徒刑 军役或者管制情结严重的 三到十年有期徒刑 通过整个事件 我们不难看出 刘德成绝对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坏人 他可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妻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甚至有人理解他的行为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他这个人做事情不计后果 一意孤行 任何事情 任何行为 即便是在道德上面可以得到同情 我们的行为也绝对不允许跨越法律的底线 我想这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法律对待所有人都是公平公正的 马力 你是不是就想看看我呀 你现在看见了吧 这不是对好的吗 有胳膊有腿 你怎么能跟叔叔那样说话呢 我妈可病 你解了吗 所以你就偷是吧 笑着你的事是装不出来的 我娘是否念了你呀 你这是大害怕你知道吗 我把我妈杀了 看谱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明天见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社会愚化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